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佛说阿弥陀经大义 尊敬的最同修最护法大德 大家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们继续来学习 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的大义 一般我讲经之前 有时候会做一些简单的跟大家 参考这些学习的过程 作为我们鼓励 在学习当中我们能够有进无退 虽然难 但是起码能够帮助我们 在这一部经里面 我们大家很清楚 释迦摩尼佛啊 连续的四次 都劝导我们 一定要发愿 亲近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我也相信你们来到这边念佛 或者在家里的经过这个视频啊 也都是一样 就是希望我们将来 离开这个世间 离开六道 能够亲近阿弥陀佛 能够往生净土 那我们这一生就不白来了 因为我们获得 是了生死除三界 这一件大事 真的不容易 那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一定要清楚 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要四次劝导我们呢 这个有很深的道理 也有很多的原因 最明显的呢 我们在五量寿经里面会看得到 佛在五量寿经 有讲到四境的 哪四境得呢 哪四境得呢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在五量寿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有为我们说明了一件事 如果大家懂得这一句话呢 你就会 晓得 这一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真的我们的亏啊 那真的我们的亏啊 吃得很大 而且这个亏啊 吃得太大了 等到来世 来生 遇到这么好的环境 又闻到这么好殊胜的妙法 又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这种缘啊 可依不可求 虽有难逢的一天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今生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什么 不仅仅为了吃饭 工作赚钱 最大的原因 我要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什么 他在五量寿经这段经文 释迦摩尼佛怎么说呢 如果你懂得这一段经文 那就不得了了 我们称为就四敬德 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 背起来 哪一个啊 五量寿经 你们大家不是很 很熟悉了吗 应该有一个概念 什么呢 这个五量寿经里面很精华 你明白这一句话 那就不得了了 释迦摩尼佛讲 在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他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 都是具足什么呢 什么 藏 藏 乐 我 我尽 就是具足 藏住不变 这个道理 这个还得了吗 释迦摩尼佛在这个五量寿经很明显说出来的 一切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各个都是藏了我尽的 这个叫做四尽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深的去深考 而且释迦摩尼佛讲 六道凡夫法甚至于四尽法界 都没有具足这个藏了我尽 唯独一针法界 才能够正的 你想一想 你的福报有多大 这个福报谁的 阿弥陀佛的 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超过十方诸佛国土 很多原因 如这一点我们都不明白 那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了解 真的不是了解了 只是游民无始 你真的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吗 如果你真的了解 你早就去了 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受苦 讲实在的 如果真正我们了解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早就去了 这个不是消极迷信不是 因为我们真的了解了 这个人生是无常的 你看 什么叫做常 常都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苦 因为它会变 它是无常 每一分每一秒 一刹那都在变化 而且变化的都是 大家都知道的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身体 都在变化什么 生 老 病 食 都在变化 它不像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常乐 就是常住不变的 那这个身体有变化 那这个身体有变化 人才会苦啊 有生苦 有老苦 有病苦 有死苦 还有种种的 这个都是我们所讲的变化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看现在天灾人火 再加上现在这个疫情 没有人都会想得到 我们这个世界会来的这个疫情 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的 连听都没有听到这个明智 但是现在你看 明明在我们的眼前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要说有灾难 连明智的灾难我们都听不到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快乐是无比的 你看天灾 地震一来 水灾一来 山川 田地 通通一来 水一来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现在南北极 这个南北极现在融化的 每一天融化的快速有多快 那个很快的 再过几年如果没有改变 这个温度的这个地球的温度 你想一想南北极能够还能够存在吗 南北极已经不能存在 不能存在 那个时候水灾 大水灾难 有多少 这个地图 这个岛 都不见了 还种种很多 还种种很多 所以你说 哪里的快乐呢 没有 这个是讲到 长 简单的讲 阿乐呢 乐呢 乐是什么 一切众生生到西方极的世界 就是永远离苦 不再有受苦了 任何一点苦都不会去受了 我们这个四经的乐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是假的 它是苦 它是假的 为什么 它不是永恒的 世间的真正的是什么 真正是苦 苦是真的 乐是假的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好好细 思考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在四地方 一开出 一开头 就告诉我们 人生是苦 那这个是真的 那有人问 世间的乐是什么 世间的乐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有智慧 讲得很透彻 我们也无法去想到的 释迦牟尼佛怎么想 他说我们的乐 是苦 只是暂时停了一下 世间的乐 只是那种苦 暂时停了一下而已 只是暂时停了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 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这个世间 每一天都吃三餐 每一餐如果我们没有吃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会饿苦 吃饱了 你会感觉很快乐 只是这个饿 暂时停了一下而已 在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这个恶苦又出现了 又现前了 苦又来了 你看世间摩尼佛用这个例子 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只是暂时停一下 你看 我们的乐那种 我们的快乐感觉很不错 他只是暂时停一下 当你肚子饿了的时候 这苦又来了 又现前了 就好像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肚子饿的时候 他会表现什么 小婴儿啊 他肚子饿的时候 他会跟母亲的反应是什么 哭还是笑 哭嘛 不可能笑嘛 小婴儿跟妈妈讲 我好饿啊 在那边笑 不可能的嘛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婴儿 肚子饿的时候跟妈妈反应 在那边笑嘻嘻的 笑得很大声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个是怪物啊 真的 没有 没有 没有见过一个小婴儿 肚子饿的时候啊 他跟妈妈表现说他 他很欢喜的 没有 他很苦 所以妈妈当妈妈给他吃的时候 吃饱了 他不哭了 他很欢喜 很快乐那种 但是暂时的 肚子饿又来了 又在哭了 你看那个狮子 狮子饿肚子的时候 你看那个 心很烦 很乱 反正到他眼前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动物 他就会把他吃掉 狮子 当他吃饱了 他很快乐 很幸福 很自在 到处都在玩 哪怕是你走到他的面前 他也不会理你的 狮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 只有苦 没有乐 真正的 乐是没有的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 你想一想 那种快乐 不要说受苦受难 任何一点苦 你就没有了 你不会再受任何一点苦了 在这个六道 我们所受的这些的苦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不会再受到 连听的这个名字 你都没有机会听得到 你说呢 从这个角度 用这个简单的比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这一步经 四次劝导我们 有道理啊 就是说明 死方诸佛如来的慈悲啊 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 你要赶快啊 但是众生太难度了 现在的众生好难度 你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 好难度 不要说外人 说我们自己的老公 有没有解分的 我不知道 如果没有解分的 那对不起了 说我们的太太 说我们的儿女 现在那个夫妻沟通 有时候非常难 动不动吵架 动不动不喜欢 动不动这个 动不动那一个 现在的儿女更难交了 所以这个环境真的非常难啊 所以为什么称为说谱世界 堪忍嘛 你能够受任何一点苦 你里面在这边受苦 你也不要到西方起来 自己想了 你想一想 像这一类众生的人 多难度啊 不然的话 释迦牟尼佛干嘛 花了时间 49年讲经说法 为什么 就是专门度这些人 度哪些人 就是我们这一类的 我跟妳讲了很多次啊 师父啊 西方起的世界很好 去不去 考虑一下 所以真的太难了 我们要好好抓住这个因缘 这个是讲到了 讲到我 西方起的世界啊 不得了 西方起的世界一切众生就是得大自宅 为什么 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啊 能够自己做得了主啊 这个才是我嘛 我们这个世间能吗 你说呢 这个世间能吗 你能够做得了主吗 那是不可能的吧 如果果然我们做得了主 我相信每一个人年年就想要18岁 你说呢 每个人就是想要这个呀 年年就是18 18岁 这多好啊 如果能够做得了主 我不想老 你看我们拼拼就老 我不想生病 拼拼就生病 我不想死 拼拼又避免不了 种种种种 太难太难了 做不了道啊 我们做不了啊 自己都做不了主 怎么样能够来 让别人做得了主呢 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 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众生 做得了主啊 你想要大房子 房子就在你的眼前 你想小 小就叫小 你想要到死方诸佛国土 你在一个房子里面 这个工具 能够带到你到死方诸佛国土 你看 多好啊 我们这边难啊 太难了 静那就不用讲了 什么叫做静 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切无万物 物质 不再有污染 都是清净而不然的 无论在你什么环境 我们现在你想一想 我们在哪里 走到哪里 你的心有没有清净 每一天都是被污染啊 心地都不清净啊 为什么 是非忍我 不要说我们外面的 说我们这个小范围 又避免不了这个是非忍我 不是你不对 都是我不对的 就是你的臭 或者我的臭 每一天都是搞这个是非忍我的 我们这个世间有贪称是卖 西方起的世间没有贪 为什么 要贪什么呢 别人有的我有啊 别人具足圆满 我也是具足圆满的 我要贪什么呢 人家黄金为地 我也是黄金为地 人家大房子我也有大房子 都是平等的世界 哪来的贪心呢 没有耶 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贪心 因为不平等啊 人家有大房子 我也想要大房子 人家有好车 我也开好车 人家有很 不好听的就是 我很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 很帅的一个老公 我也想要 不平等啊 所以人人在造业 随着自己的欲望而贪恋 而造成种种的这些的烦恼 你说西方基督的世界会有这样 没有的 心都是清静的 西方基督的世界有没有听过 我们这一面妥经有没有听说 西方基督的世界每个人在吵架的 死别人我有没有 没有啊 都是好善之赐啊 而且这个善之赐都是死方诸婆国土啊 你想一想 慧我吗 称慧心吗 不会 愚痴 各个都是自慧无碍 尊敬德最统修大德 从这个角度 在四敬德里面藏乐我敬 你明白这个道理 深度的去了解 这个明明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这个道理 你还不到西方基督的世界 还要继续搞六道沦为 那真的 释迦牟尼佛话告诉我 一切是愿而不叛阅 你要受苦 我们也慢慢等 你要慢慢来 阿弥陀佛也慢慢来 也不急 你不急 我也不急啊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很清楚的 所以尊敬德最统修大德 这个就是四敬德里面 五量寿经里面 大家 我们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西方极的世界的人 西方极的世界一切万物 都是常住不变的 它是永恒的 这个就是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佛说 阿弥陀经 连续的四次 劝导我们 一定要好好 去深考 去发愿 将来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往生西方 还是要继续搞六道轮回 自己很清楚 自己的选择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目标锁定了 把这个方向锁定了 真的 这个世间 该放下的 我们要好好去放下 能够放下一分 你都轻松了一分 你的压力就减少了一分 你能够放下五分 你的压力 你的烦恼 就减少五分了 该放下的 我们尽量去放下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世间 它不是真的 它只是暂时给我们用 我们暂时住而已 时间到了 我们要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 前面的路 有六道 你要往六道的 还是往了生死的 这个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常常讲 能够不计较的 尽量不要尽量 跟人家计较 这个我希望大家 你们比我了解这个道理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有时候做起来 比什么更难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不肯做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念佛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一定要想 一直要想冲上去 你看 你看这个锁子 这个锁子是什么 这个锁子就是我们的喜气烦恼 这个是我们的喜气烦恼 这个锁子 看这个锁子 你看 这个是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喜气 那我们现在一直想要用功 想要用功 为什么冲不上去呢 因为有喜气在 那如果今天你慢慢把这个喜气拿掉了 你看 慢慢拿掉拿掉了 你很快就冲上去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认真 去思考 我今天我为什么要来学佛 明白这个宜作事实的真相 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这个佛说阿弥陀经 有人邀请 这个能不能讲长一点 不能多也不能少 不能多也不能少 讲太多了 等一下大家心不在焉 人在这边 心不在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以前 我每一次听我老师讲经 我眼睛看得很清楚 耳朵 开得很大 精神 意志 都在集中 有时候会不会打瞌睡 我很多次受不了 已经很辛苦 好累了 打瞌睡下去 我那个老师很慈悲 他让我睡 他做他的事 他做他的事 因为珊珊那个环景 那个真的 两块你知道吗 两块有很多那个鸟的声音 哇一进去的时候 你看很想睡 有的特别忙 真的特别忙 师父一天的 你不要看而已 师父好像没事干 你还没了解里面是什么 特别很忙 所以每天晚上 至少一天 11点多12点 每天 想睡晚一点 现在不行了 时间到了主动就起来了 以前可以睡到那种自来醒 有没有 想拖懒一天这样 现在不行了 已经习惯 已经习惯 培养习惯 我们的老师三上那个真的很棒 还不慈悲 我们明明打瞌睡 他不骂 他让你睡 睡不起来 看不到人 老师在哪里了 跑出去找老师 跪下来 跟他忏悔 老师又说什么呢 没关系 你累 你休息 现在可以了没有 我们继续开始 这个老师 这种的老师不得咬 你想一想 有些老师会骂你 跪香 真的 现在的学生太难教了 你骂他几句话 你知道他跪香 我告诉你 不到一天他跑掉了 没有 没办法经过磨练 人没有经过磨练 他怎么能够懂得 进步呢 每天活在这个瞬境里面 好享受很舒服 还得了吗 迷住了 我们继续来研讨 佛说阿弥陀经 因为这个时间 有一点短暗 刚刚好 答应人家了 虽然延长 只能顶多十分钟 因为现在的人 心不在音 心定不下来 所以你们可以学习 我以前在学习经教的时候 该睡觉的 你继续睡 师父讲师父的 当钉的时候 这个你们可以 又在出订了 没关系 在家里也是一样 那这个周利盘特 上次跟大家简单介绍 把这个周利盘特他的专场 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什么 最大的障碍 记忆力很差 记忆力很差很笨 已笨到什么程度 太严重了 但是释迦牟尼佛有方法 因为他受到那种压力 经过释迦牟尼佛的教导 然后释迦牟尼佛告诉他 用什么方法呢 用什么方法 扫地 而且这个 释迦牟尼佛告诉他 他说 你要把你的精神 你的意志 集中在哪里 扫地 一边扫地 一边念什么 扫除成果 扫除成果 刚开始 这个周利盘特也是一样 太难 好难背 但是人家有这种的心 而加上释迦牟尼佛那种慈悲 教导的方法 他相信自己 而经过释迦牟尼佛那种鼓励 而释迦牟尼佛常常提醒他 你要把你的精神 你要记住 我们念佛的人 精神 预知 集中在这个扫地 不久 正在阿罗汉国 你想一想 今天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念佛 不要说三年 我相信 半年 顶多一年 你会看到效果 真的 你把你的精神 预知集中在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尤其我们的记忆力 比这个周利盘特更强 你能够集中抑制 精神 很快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正果 影响了 释迦牟尼佛这些的大弟子 还有其他的人一种疑问 大家很奇怪 像周利盘特这样的人 这么愚痴 这么愚痴 这么愚笨的人 记忆力这么差的人 还能够赞得阿罗汉国呢 很多 释迦牟尼佛这些弟子 就问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而在问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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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 佛教里面常常为我们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 因果当然知道 在佛教里面 释迦牟尼佛 常常提醒我们的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很清楚的 很明白的 释迦牟尼佛说什么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本来会成佛的 再笨的人 他也有佛性 他也能成佛 朱利盘特 就是给我们 做了一个很好的证明 这个大家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没有说我是老大 你是老二 我们都是一样的 你有机会成佛 你将来会像我一样 我们是平等的 只是现在你迷了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 他的这些学生问 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要 六祖慧能大师要入涅槃的那一天 六祖大师怎么讲啊 你要记得一个原则 你觉了你就是佛 迷了你就是众生 你觉悟了你就是佛 你要原则 记得这个道理 你要记得这个原则 你迷了你就是众生 你觉悟了你就是佛 你要原则 你要原则 记得这个道理 所以像周立盘的这样的人 都能够成就 你看那个清朝 知律这一代 有一个名叫王 黄什么 黄呆头 有没有听过 黄呆头啊 为什么称为黄呆头 因为他一个人很笨 人家给他钱他也不懂用 人家怎么取笑 骂他讲他 他也笑嘻嘻 也不会生气 一个人孤零零 住在一个小木屋 每天就是这样生活 你看很愚笨的 人家给他钱也不懂用 人家怎么骂他 怎么笑他 怎么批评 他一点生气也没有 都是笑嘻嘻的 所以有一天你看 有一个成道人 看到这个样子 把他带到一个 他自己的道场 每一天叫他做什么 扫地 砍财 砍财 小地 晚上睡觉之前 叫他念阿玛弥陀佛 你想一想 他每一天念阿玛弥陀佛 不到量 念了十几句 他就入睡了 成道人 就拿一个竹竿 进来 又打下去 又骂 还好我的老师 没有用竹竿来打我 这个一打下去 又骂他 你都已经这个样子 这么笨了 你还不弄 不用功 还不努力 还不好好进去 还拖懒 拖懒睡 这个拖懒觉 你看 熬了几年 三年 第三年 最后一个晚上 突然间笑出来 笑得很大声 他的师父 以为我这个土地 又发什么毛病 又拿这个竹竿 又冲进来 又打下去的时候 他突然讲一句话 哪句话 师父 你今天不可以打我了 你不可以打我了 后来他讲一句话 很重要 他说 师父 你很可惜 苦心了十八年 不懂得什么叫做修行 还不如我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现在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讲完了 隔天早上到山上 命相惜 合掌 一直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三年 像这一类的人都能够成就 你为什么不能成就 那如果今天我们不能成就 那真的很可惜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 把周立盘德 把这个将因果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其实周立盘德这一生 他不是天生笨的 他也不是生生世世都是这么笨的 那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周立盘德为什么得到这种的果报 你们刚才不是讲 有因果在吗 大家要懂得 了凡世经讲得好 了凡世经不是讲一句话吗 讲什么 预知前世因 下面的那句是什么 下面的呢 所以你的起心动力要小心 因果通善事的 所以真的我们这个道理不能怪别人 明白这个道理你会感谢别人 你今天来成就我的 那为什么这个周立盘德 会有受这种的果报 感召这样的果报 是什么原因 大家知道吗 他前世是一个三藏法师 你想一想 称为一个三藏法师 这个地位很高的 这个身份很珍贵的 那为什么称为三藏法师 他因为对这个通中通教 对这个经教没有一个不通达的 你想一想 像这样这一类的人 他会犯糊涂 他过去深度是讲经说法的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在那个时候他非常有名的 只是他有一个毛病 只是他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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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经说法的时候 喜欢跟大家总要留一手 不卷不讲 不卷不讲 为什么他不卷不讲 因为他讲出去 大家能够学会 他学会之后呢 超过了他 产生了基督 所以呢他每一次讲经说法 每一次出去讲经的红法的时候 喜欢什么 常常留一半隐藏 不跟大家讲实话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令法呀 这个令色啊 所以你看 明明这个法不能不能留的 金刚经已经讲了 不 不是说我们世间法 连佛法你也要放下 他你看 他有这种的毛病 讲经的时候 喜欢留一手 所以因为这样的鱼痴 这样的喜气 令色令法 所以啊 这一生感到了什么样的果报 鱼痴的果报 作例版的就是这个样子 像以前 以前那个 我们小的时候啊 很多人说 师父要不要写功夫 写功夫啊 要付钱的 有一天有一些学生 老师还有哪一招他没教吗 我全部已经教了 其实他没全部教 为什么呢 有一手嘛 如果有一天这个学生 不听话的时候 我用这一手来压他 你看 释迦摩尼佛没有这个样子的 释迦摩尼佛在《涅槃经》里面不是讲的吗 我该讲的 我已经讲了 我们都是一样 本来都是有佛性 你将来会成佛 跟我一样 我今天成佛了 你也是一样 将来都是一样 都是平等的 周历盘德 就是犯了这种的毛病 那你想一想 我们认识佛法的人 我们学习讲经的人 不敢犯这种的毛病 有什么讲什么 人家问 会答我们就会解答 不会解答的 我们就不会的 一句话 不争也不减 这个教理就是这个道理的 所以你看老儿上 为什么福报这么大 你看老儿上 为什么福报这么大 法布施嘛 你看老儿上还没奖金到哪个地方 人还没到 什么先到 法宝啊 他法宝先到了 免费流通 欢迎流通 人就来了 奖金 法布施嘛 所以他福报很大 而且 我刚刚出家两年 我师父叫我管什么 法宝流通 书是免费的 有一本书 要把它翻译英语文 从英文版 印尼版 那本书是什么书 了凡视讯 那这本书是谁讲的 我们老和尚讲的 那我们不敢流通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认识 没想到这个圆来了 这个圆在哪里 时间到了 明天再跟大家来分析 这个今天 来跟大家讲到这里 这个周立盘德 他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果报 大家都知道了吧 那以后回去 讲话要小心 因为最容易得罪的 就是我们这个嘴巴 因为他所有权 没有人控制你的 你什么时候讲话 随心随意的 讲话出来 会不会得罪人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这个因果 通三世 一切法 重新相生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好好知道 该布施的 我们去布施 不该做的 我们也不要去做 好好去做我们自己的本分 将来会有很大的收获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那我们明天继续 再来跟大家介绍 从这一段的开始 周立盘德 下面有两件事 非常的重要 要来提醒大家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结尾 做一个总结 来跟大家报告 那这个故事里面 来为我们说明什么 来证明什么呢 明天我会跟大家 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这里面有两件事 我们一定要记得 今天讲到这里 有讲不了 不对的地方 不圆满的地方 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研讨 一起批评 今天祝大家六十吉祥 老实念佛 我们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